我的名字叫飞梦 飞机的飞 做梦的梦 也可以叫我说唱教授 我是加拿大出生的 美国长大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 SMG Your Better Choice 这是我的声音 今天来到我们美食外专的嘉宾是来自加拿大的飞梦 在上海他有很多职业 演员 主持人 企业培训师 英语老师 中文老师 等等等等 生活中的他喜欢养猫 喜欢旅游 喜欢玩飞镳 一刻也不闲着 我喜欢吃大概60% 是剩的菜 我们准备去一个菜市场 听说 多数中国人不太喜欢 没习惯 吃剩的沙拉 所以我想给你们表现 有什么好处 又健康 又新鲜 又便宜 因为飞梦说 喜欢吃深的蔬菜色拉 除了简单 健康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很便宜 于是节目组给他安排了一个任务 用10块钱去菜市场 买齐所有需要的材料 那飞梦到底能不能顺利完成这个任务呢 因为我刚才说买剩的菜是很便宜的吧 所以呢 他们是跟我说 好 便宜的话 给你就一张10块钱 看你够不够用 我说没问题 进去看看吧 这是菠菜吗 我菠菜要一点一点 够了 可以了 到不到一块钱 没有 这样开始不错 你看有菠菜 也不到一块钱 飞梦买的第一个菜是菠菜 只用了八毛钱 真可谓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不知道他接下来还会不会如此顺利 为了节省开支 飞梦选择只买了一个青椒 那他接下来又会买些什么其他的蔬菜呢 你好 你好 买的草莓吧 草莓挺好吃的 怎么买 七块 七块 哦 要吗 今天 今天不买 下次快来买 这个怎么买 这个三块一斤 三块一斤 能不能便宜一点 可以吗 给你两块五 给我两块五 我想买两个 可以啊 一块五毛 一块五毛 你给我十块钱 有一点太多了 怎么办 在买了半斤马蹄之后 飞梦还剩下一半多的钱 他开始有些得意起来了 是不是这个任务对他来说太简单点了呢 紧接着他又买了半斤胡萝卜 一个西红柿 那他现在还剩多少钱呢 还剩下一块七毛钱 黄瓜怎么买 黄瓜五块 五块 我继续看看吧 你又大的啊 这是我全中国最怕的东西 鸡爪 我最怕那个鸡爪 没想到这个身材高带的老外 居然害怕鸡爪 真是让我们有些吃惊 这剩下的一块七毛钱 他到底会买些什么呢 买一个黄瓜 正好 一块九了一块七吧 好 差不多了 谢谢 看看我刚才所买的什么菜呢 有范茄 还有菠菜 我们叫spinach 它们两种都有非常多的维他命C 维他命C特别是冬天的时候非常重要的 是要反对感冒的 胡萝卜也是对你的眼 眼光 眼光 vision 非常非常好 所以你会看很多人 或者直接吃 或者做一个新鲜的活博果汁吃 我喜欢这样吃 沙拉酱 回家我自己做 因为在市场买 太贵了 精打细算的菲梦终于胜利的完成了我们的任务 他用十块钱一共买了一点菠菜 一个青椒 半斤马蹄 半斤胡萝卜 半斤生菜 一个西红柿 一根黄瓜 非常丰富 而为了省钱 他打算回家自制沙拉调料 现在我们就跟着他一起回家 看他怎么做这道简单健康又便宜的生菜色拉吧 我是说唱教授 在任期美式 讨论是无习惯 每一个礼拜 我愁无次在健康 你事之内 第一重要概念 剩的菜要吃百分之六十 我不骗你中国人不相信 剩的菜不是欢迎 吃剩的菜太脏 也没味道不行 勇敢着的吹息 一点也不葬 剩的菜想花 那这就叫一个 飞梦的沙拉 Flying Dream Salad 尝尝味道的面 还行吧 吃的菜 也可以非常好吃 我希望你们在家里 觉得还可以的话 请自己在家里试一试看 飞梦用自己的亲身实践 为我们传达了他的生食健康理念 而在他完成任务的过程中 我们也能感觉到 这个老外已经完全融入了 中国的生活中 中文学习近随umm 什いく证据 folding的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